各位朋友,今天又到许记院诗席讲座 我今天继续讲一个很出名的,那个炎福 是清末明初的一个大诗人,一个大的翻译家 他本来是在福建人马江传政学堂 以优异的称职毕业,然后派到军舰去实习 那后来呢,因为他各方面的表现非常出师 所以后来送到外面,到英国去念书 回来,他把重要的当年的西方的列强,那种民族 比方那个天影论啊,天影演论,人类的历史 还有那个国富论,这等于这个新的经济学 怎么样把这个,由国家投资来带动起那个经济 这个对中国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新的知识 来给国家投资来给国人知道 所以呢,他也是西手师呢,它是题目,叫做墓苏八月赶世 他对那个违心,这个失败啊,然后那个墓苏六君子给砍头 这种事呢,他非常是伤心的写那首诗 我们来看看啊,求智反为罪,墓苏精辩 就是求智把国家治好,反为罪,反成为中罪证 明时勿爱财,那个时候啊,墓苏精辩的时候啊,是明时 不是对外政争的,是明时,一个普通的太平信赛的时候啊,勿爱财 我来爱财,那个时候啊,人家呢,以为我失误 那当然是不对啦,这个平时我爱财呢,也算是失误 你看,杀那个六君子,明时,那个都是君子 那种士大夫,对国家这么有用的人啊,这种明时财 负私了吗?砍头了吗? 负私,负私一个地方,砍头,公开斩首 清吉肇施案 这个务士政变失败 光税王,当时来主政的时候啊,他因为务士政变失败 所以呢,他杀一个教书,说自己呢,不应该有这个政变 其实呢,被逼这个,他的母孝,这个琪琪太孝 就不让他再当皇帝,再主政,不让他再主政 那他只有教书,自己呢,说有病啊,我现在修养 就不再自己求政,这等于说什么呢?等于,他那个琪琪太后呢,垂帘听政的开始了 对不对?很惨的 啊,这个,肇息哀 你听到那个将士王帝那种的肇说 你也知道他心情不好 殷世天如悔 在北京市啊,殷世就是北京,这个京都 天如悔 怎么会天都黑呢? 因为宣南呢,因为宣南已又来 宣南呢,就是孙母门的南边 孙母门的南边呢,就是六君子砍头的地方 已又来 那个,北京啊,京都天如悔 天都黑,那个宣母门前呢,那乙又来 就是表示啊,那种哀喜感事 那个天啊,都为他悔,黑了 这个乙又来了 啊,那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这个,整个国家呢,不好,非常不好 那个,一看,那个天都垂润了 林河民族碳 啊,我在那个地方啊,我在寇静河边啊 我听到民族,初上季族嘛 就是小牛的意思 啊,我刚好,林河的时候 我听到,连那个小牛都在探视 探视什么啊? 但是我们国家呢,孕不好 过孕不好,莫显春生灰 我希望我的同胞啊,不要因为这个 啊,国家多难呢 心中就从此呢,就灰 这个非常不好 我现在,从头读一次 给大家听 求知反为罪啊 明时勿爱财 福思明世见 清吉赵书哀恩 因是天如悔 深海,深海已又来 银河民族碳 莫显春生灰 今天就是因为 严福老夫子 写了这首诗 真是令人感叹 我现在就到此为止 谢谢诸位